欢迎来到GTA5的 模组教学第六集 在第六集我们将会介绍你怎么去下载这个游体 然后放在你的GTA5里面 所以呢 一样的话 我们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地址 这个网址会放在我的视频 这个不是我的视频 只不过是给你一个样本 那你看视频的时候你往下面拉 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按 一样的我的视频下面都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自己用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游体 在游体当你下载的时候 你不是要下 你需要下载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其他的前几集 拜托你去看其他的前几集 所以第五集会介绍你怎么去下载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控制器 第一集会教你怎么下载一些 VHOOP NET的那些东西 非常简单的 OK 因为你需要下载之后 第一跟第五集是你需要知道的 所以你去找一下我的第一集跟第五集 这个是主模组 主模组 模组 模组教学 对不起 OK 所以当你看完之后 你会来这里第六集 alight 你需要用这个控制器看之前那些东西 来运用 所以第一步我需要你做的就是下载这个 这个东西 当你下载完之后 你就会来到这个 你的文件夹里 你就有这个东西嘛 这个应该是 你会看得到的 OK 当你看完之后 你开起来 你会有一大堆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 给它copy 下来 这个只是叫你去读它而已 只是跟你讲它怎么去运用 OK 所以你就是copy它 然后 去这个 当你用我们看我们第五集的时候 那个 控制器里 你其实有这个 menu stuff 在你的gta的 呃 的那个 那个 文件夹里 就是开起来 然后去这个 spooner 按一次 OK 然后 把它粘贴在里面 把全部都粘贴在里面 非常的简单 然后要跟你们介绍的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 呃 你的那个游艇在gta上线的时候 那个游艇可以放在不同 地图不同的地方 OK 所以一样道理 你的 你的游艇也可以放在地图 不同的地方 alright 非常的简单 然后 呃 有分两种 一种是trashed 一种是clean alright clean表示 呃 干净你的游艇非常的好看 trash是因为你 派对之后你会非常肮脏 他会给你一些派对 暗脏派对的那种东西啦 不是 不是有女人 只是非常暗脏 很多垃圾这些东西 所以呢 呃 大致上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 呃 就这样定 所以我们 就是 只是这样非常简单 就是copy and paste 复制还是粘贴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我们下一集 呃 6.1我们 在游戏里介绍 你怎么去 咳咳 把那个游艇给开起来 OK 拜拜